用事实说话 交点访谈 昨天晚上 李娜这个名字带给了中国 带给了世界太多的惊喜 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的赛场上 李娜战胜了未免冠军斯奇亚沃尼 改写了世界网谈的历史 成为第一个捧起大满贯赛事 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 赛后李娜在微博上留言说 梦想终于成真了 大家一起加油 那么李娜的梦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和她一起追踪梦想的还有谁 而当李娜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 又给中国网球中国体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011年6月4号22点48分 延续了100多年的网球大满贯比赛的历史 在这一刻第一次被一个中国人改写 有了 随着一个反派的失误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李娜呢是在抢击当中完胜 以7比0拿到了这第二盘比赛的胜利 在昨天的法王女单决赛中 李娜以6比4 7比6 祭拜了惠冕冠军 为中国赢得了第一座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法王赛场上第一次奏响了中国国歌 今天是梦想成真的时刻 我在当我是小时候的时候 我梦想成为大满贯的冠军 但是我今天真的做到了 的确 李娜做到了 她不仅成为大满贯的冠军 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记录 她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整个亚洲的骄傲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还是作为一个记者 作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 要写一个 写一个 获得大满贯的运动员的事情 你要怎么写 我会写梦想成真 因为在中国 从来没有大满贯的冠军出现过 所以就是因为如此 中国的网球运动员 才会如此的努力 当梦想 当作为大满贯 冠军或者顶级球员的梦想 实现的时候 真的是梦想成真的时刻 梦想 有时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个很奢侈的字眼 有多少人 在与现实的拼争中 丧失了追逐梦想的动力与初衷 但是 李娜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李娜1982年 胜于湖北武汉 今年29岁 她从6岁开始练习网球 1999年转为职业选手 张爱明 原来是国家网球队的队员 在10年前 曾做过李娜的陪练 我觉得很好爽 有的时候像东北女孩 就是她的个性 可能就是她不好 她就会马上表现出来 她的那种情绪 她不会隐藏 就是很 是一个很直的人 李娜曾经在2002年退役两年 但是2004年 李娜再度复出 这次复出 李娜就再也没有放弃过 对梦想的追逐 大猛冠是可以说最高级别的赛事 最高的荣誉 作为每个参与这项运动的运动员 她的梦想就是要拿到这个大猛冠的冠军 李娜的梦想 也是所有中国网球运动员的梦想 更是被称为中国金花的中国女网队员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在2004年8月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在2004年8月 李婷 孙甜甜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双冠军 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在奥运会网球比赛中登上最高领奖台 结果04年梦想终于实现了 感觉特别 怎么说呢 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我觉得当年这个成绩可能是给 我觉得给中国的网球插上一双翅膀 能够让它飞起来 但到今天 我觉得到我们04年到现在是11年 7年的时间吧 我觉得中国网球包括李娜 彭帅 郑洁 燕子 这些优秀选手 我觉得他们用这双翅膀 然后使中国网球飞得越来越高 2006年 郑洁燕子夺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中国选手首次登上大满贯最高领奖台 随后 他们又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上 获得第二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奖杯 也是在这一年 李娜在温网基身女单八强 成为第一位晋级大满贯女单八强的中国选手 中国金花成为了一支在国际网谈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李娜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那么这就标志着中国女子网球队 这支队伍开始正式的登上国际舞台 这个国际网球界有了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2008年 郑洁击败温网女单头号种子伊万诺维奇 并最终跻身女单四强 成为第一位晋级大满贯女单四强的中国选手 2010年1月 郑洁击和李娜同时跻身奥网女单四强 让大满贯女单四强中 第一次出现了两位中国选手的身影 这个成绩其实是向国际网谈宣布 就是中国女运动员 她们已经具备了向世界一流抢手 发起挑战的这么一种实力 2011年注定是李娜爆发的一年 1月她在澳网女单比赛中晋级女单决赛 成为了第一位机身大满贯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 而在6月4号则是她梦想成真的一天 这一天她终于捧起了大满贯冠军的奖杯 我个人心情应该是跟全国人心情一样的 跟你一样的都非常激动 因为毕竟在这个世界主流的高职业化 高社会化的这种一个项目当中 能拿到这个至高无上的四大满贯冠军 尤其在宏度场上能拿到冠军 其实不可想 她们是不单是为国家之乐观 而且是扩大了这个中国网球 乃是中国体育在世界的影响 大满贯冠军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尤其是单打 我们过去从双打和奥林匹克的突破 现在我们从大满贯单打突破 我想中国网球取得了又一次重大的突破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大满贯比赛是世界网球最高水平的顶级赛事 分别是法国网球公开赛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美国网球公开赛 和中国人所熟悉的大多数体育赛事不同 网球是国际主流运动之一 在世界体坛拥有极高的地位 从1877年 郭王首次在全英俱乐部举行至今 大满贯也走过了134年 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 网球一直都是欧美选手垄断的项目 因为体制力量的区别和差异 中国乃至亚洲选手 极少有人在网球比赛中占据统治地位 李娜在法网的胜利 则彻底颠覆了这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知道就是说偶像 或者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么李娜的夺冠 他无疑会激励起这个中国有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青少年选手 投身于这小运动 那这样的话呢 会使我们的这个网球人口变得很庞大 那么在这种基础扩大的同时 我们希望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李娜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李娜 他其实对于中国网球运动的这种持续性的发展 是非常有好处的 当中国人第一次举起大满贯的冠军奖杯 全世界的目光又再一次聚焦到中国 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发表消息 创造历史是共同的话题 美联社这样报道今天的比赛 中国人终于捧得期待已久的 大满贯单打冠军奖杯 路透社以李娜用胜利将亚洲写在大满贯的地图上 作为标题称赞中国一节的表现 法新社则用历史的创造者李娜 为中国夺下法网 美国纽约时报 在第一时间对这场比赛进行了报道 报道中称 李娜在下周的世界排名中 将达到第四的高度 预计有数以千万计的观众 通过电视转播来观看比赛 而李娜这个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字 将可能为未来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雅虎体育以突破性的一天为题 对李娜所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胜利 对本场比赛进行了报道 英国卫报感叹道 让重大的变革来临 本周六 李娜在法网创造了历史 她成为了一个赢得大满贯单打冠军的中国选手 李娜追逐梦想的脚步还在继续 两周后她将参加在英国举办的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而在中国还有更多的年轻人 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中国真的是可以让世界令人相看的 然后真的挺觉得为李娜骄傲的 然后觉得生活在这年代挺幸福的 然后见证了 反正就是对于我们特别喜欢网球 然后就觉得这时刻特别激动 然后特别有历史意义 我昨天一边看李娜比赛一边想 如果有一天我要成这样拿来都好 哈哈 感谢观看